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,在传石虎悲歌,苗栗县三弯乡台三县103公里处,今早被民众发现一只石虎尘尸在道路双黄线上,双眼瞪大,头部流血,以气绝多石。 苗栗县政府农业术表示,该石虎头骨及耳朵破裂,初步研判事遭露杀,遗体已送往国立平东科技大学解剖,这是近年来苗栗县三弯乡首次发现石虎被露杀,也是苗栗县今年第三起,全国第七起石虎被露杀。 发现石虎的范姓民众指出,今早六点都要至山须工作时,于台三县上发现石虎倒卧在路中央,头部一片血泊,双目瞪大尸声冰冷,令人于心不忍,便将他一道路边草丛。 范南表示,该石虎看起来体型健壮,重约五公斤,虽然三弯乡长听闻有石虎,但鲜少人目睹,没想到剑道时却是一具尸体。 苗栩妇农业书生态报与科长张伟指出,该指石虎为工程体,出判致命伤于头骨及耳朵破裂,疑似遭车辆撞击而死,目前遗体已送往国立平科大解剖离清死因。 并针对该石虎露沙个体研究是否感染全小病毒,造成航动力降低,导致被露沙。 苗栩妇农业书表示,三弯乡也是石虎重摇期的之一,苗栗线前两起石虎露沙,分别发生在台13甲县造桥乡段及苗29县后垄断。